編曲製作把它做起來 等下溝通啊 打電話 一打電話啊 對不對 對 打不完的變化 回不完的email 然後每天都是 就是要超10個睡覺這樣 然後還要退 其實我們現在這樣很乾 如果沒有一點音樂的話 哦 好好 還要退下歌詞啊 對不對 退下歌曲啊 專輯請到了 JChun幫你蠻多對不對 對 其實我每張專輯 都還是有JChun的部分 然後我是心裡想說 因為JChun它還是可以 帶來一些比較歐美痛調的感覺 歐美 對 然後所以這次有三首歌是JChun的部分 所以你cover了七首 對 這張專輯就是很歐美風 很多強力情都在裡面 有beat 有loop的東西也都出現了 對 對 很有節奏感的一張專輯 然後跟以前大家聽到我的專輯 比較是抒情的Angela比較不一樣 那如果專輯硬是要挑 三首心中的Top 3 你會試打三首 然後為什麼呢 好難哦 那你叫他們選啊 那你選哪首最好聽 選吧 選吧 選不人選 不害怕 還有呢 哦 OK 好難哦 哪幾首你特別喜歡的 主打歌這幾首嗎 是你特別挑出來的嗎 我都 我真的很難選 因為他們每一次都說 欸你要不要就是 我們在聽歌的時候 要選哪一波要先打 然後第一波第二波到第三波 後來我就說 啊那不然我們都拍好了 他們說不行啦 現在哪有人這樣每一支都拍啊 然後我就說 哦那 那不然我們可以拍幾支 他說這都八支 然後我說 啊那 那 那不然都是 我好難選哦 所以我最後都放棄了 所以就讓大家來決定好不好 請多多留言給Angela 讓大家知道 那幾首歌應該是 有八支嘛對不對 有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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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哪七支可以拍成MV對不對 呃 都已經拍完了啦 你們決定也沒辦法 哈哈哈 說到MV啊 你好像當了導演對不對 對 這事情難不難啊 難 難 可以分享一下多難嗎 就呃 我是覺得因為我希望可以不斷的進步 然後呃 也不是要跟大家講說 哎我好厲害哦 什麼都自己去做 可是我覺得就是我們要有不斷學習的精神 那不管我們是在這個行業 呃 幾年 我覺得那個學習的精神絕對不能少 所以我其實這一次是抱著學習的態度 然後呃 但因為我自己對音樂非常的了解 而且每一個 呃 每一個樂器也好 怎麼配置 其實自己都很有感覺的 那我就心裡想說 嗯 一定要給大家在再見之前這一首歌 因為他是講珍惜嘛 再見不是再也不見 是重新向愛的開始 所以我們該怎麼去把這樣子一個劇情 可以讓大家看到 然後很很戲劇化的感覺 然後也跟這一次的專輯有一個 藝術上的結合 所以你當導演你要有那種分鏡表之類的 那種很難的東西嗎 對對對 就是分鏡表 然後我覺得比較困難的是導演要 他們都一直跟我說 欸你導演你在現場一定要控制全場 然後所有人都要聽你的導演 放散也是你決定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就說不用擔心不用擔心 結果他們比我還擔心 那我到現場我倒是覺得還好 因為拍戲的環境我很習慣 只是雖然第一次當導演 那我就是就是現場很快就要決定 這個東西可不可以用 那個東西可不可以用 或者是譬如說導演的權力很大 就是第一次可以感受到 啊那個男主角你可以脫衣服嗎 喔好是的導演 喔原來導演的那個權力這麼大 那你有一個那種傳說中的導演 你讓你這樣做的嗎 沒有啦 沒有喔就看 都順時便就可以 那當然這次呢先恭喜你 年V喔 兩天喔 點擊破百萬 謝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拍好了七支還有三支的空間 有機會自己可以導一下嗎 我有想有想 因為我不是玩票性格 所以我自己想就是在繼續研究 而且我就拍完了那個MV之後 我自己去買一些書籍 因為我不好意思我是宅女 所以買一些書籍自己回家研究一下這樣子 所以會期待更多作品 Maybe音樂電影之類的 會慢慢的浮現出現囉 對 當然那個那位忠實粉絲跟Denis說啊 你發片那麼多次 從來沒有在夏天發片 真的嗎 辛苦你們了 那為什麼今年想要在換暑假的時候 跟大家見面呢 就是想讓大家加那個甜蜜的門線一下 好像冬天就沒有那個甜蜜的感覺了 對所以特別 沒關係下次我們會趕進秋天好嗎 其實夏天很好啊 夏天大家都